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散户必须了解的A股最顶尖的基金 上一期视频团长讲了 A股比较知名的几个基金 在奥基督默的一些持仓的动向 今天呢 我们就讲其中一个 比较突出的一个 在讲之前呢 我们要了解 在整个基金行业 有几家专门做精品的基金公司 他们的主动管理能力 每年都排前五 分别是呢 东方红 新权 上投摩根 中欧 一方塔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瑞远基金 瑞远基金的其中一个基金经理呢 是傅彭博 他曾经是东方红资管的负责人 也是新权基金的副总 新权社会责任基金的基金经理 补充一点呢 陈光明就是傅彭博 召进东正资管培养起来的 所以可以说呢 傅彭博是陈光明的师傅 但我们知道瑞远基金呢 是陈光明在 整个18年底创立的 那么现在傅彭博 陈光明等一众大佬呢 都在瑞远基金在干 所以瑞远基金不要看 成立时间短 但是里面的基金经理 都是在曾经呢 管理能力非常强 创造出非常优秀业绩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来讲瑞远基金 首先呢 这个瑞远基金 其中一个基金呢 是瑞远成长价值基金经理 傅彭博 江湖人称的傅师傅 瑞远基金呢 是18年10月29号成立的 它同时持有公募牌照和私募牌照 它在公募领域呢 成立两年来 只发布了两个基金 非常克制 专做精品 那么在私募领域呢 因为门槛非常高 而且份额紧缺 大部分人是买不到的 在公募领域呢 有两个 一个呢 是19年3月21号成立的 瑞远成长价值混合基金 最初的规模呢 是50个亿 那么现在呢 已经成长到104个亿的规模 管理的呢 就是傅彭博 它这是一个开放型的基金 但是每个交易日呢 限购1000元人民币 你想买多买不了 一个交易日只能买1000 它在开放式的 另外一个呢 是今年 年初的时候成立的 是瑞远均衡价值 三年持有混合 规模是60个亿 基金管理人是照封 这是一个三年封闭式的基金 你买入持有三年之后 你才能输回 中途是不能输回的 那么就这个基金呢 当时呢 创出了基金发行的记录 有1200亿的资金 来认购这个资金 最后呢 它只要60个亿 有1200亿的基金来认购 可见大家对它的追捧 因为这个基金呢 很明显的肯定会给投资者带来 丰厚的回报 过往的案例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大量的人呢 去买 我们再看这个 瑞远市场价值 奥基督墨 它究竟买了哪些股票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中仓股票 前十大股 对吧 国资材料 龙基 性微通信 力讯金蜜 东方雨红 万化化学 凯利泰 其中呢 人服医药 跟三诺生物呢 是它在这个奥基督墨呢 新进的 这是昨天晚上公布的 那么这两个股票呢 今天市场停的 人服医药 跟三诺生物市场呢 给予了 这些基金大佬的溢价 他们买了 今天很多人看到他们买了 纷纷去追捧它 其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大中仓股呢 是国资材料 这个股票呢 知道团长的人 应该比较熟悉 因为之前的这个股票呢 这个高领资本 参与了其中的订争 包括我们如果看F10的话 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其他的大佬呢 也买了国资材料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国资材料的这个 看点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多大佬 蜂拥的去买入它 而且持股比例还不低 它的股价呢 也是非常强劲 涨了很多倍 貌似呢 不断的还在创新高 另外呢 凯利泰 这个也是高领资本 参与订争的一个股票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顶级的大佬 经常能装到一起 人负一样的 这个是高益资产在买的 对吧 三诺生物 这个是昨天我们讲了 瑞远的第二个基金 也买了三诺生物 而且还是第一大中仓股 三诺生物这个股票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 它的逻辑在哪里 它为什么好 所以 有的时候呢 你呢 买不了 对吧 像这个基金 瑞远均衡价值三连 你买不到呀 但你看看 它买的什么股票 对吧 也是公开的 这个奥基督摩也出来了 昨天我也讲了 你可以看到 它买的前十大股 所以买不了基金 你可以跟随 它买的什么股票 去学习它的逻辑 这就是跟随 最顶级的投资人 远远比你自己去 乱选股票 要强得多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瑞远成长价值 最近一年的收益 对吧 成立以来呢 获得了83%的收益 对吧 近一年来呢 也获得了83% 对吧 今年以来呢 获得了50%的收益 所以呢 瑞远成长价值 作为一个110亿的基金啊 它已经对吧 赚得了80%多 今年获得50% 应该说远远的跑赢市场上 绝大部分的公布基金产品 是这个市场的侨主 所以作为市场最优秀的基金 对吧 曾经东方红跟新权系列 那些优秀的产品的管理人 那么现在呢 从出江湖 对吧 做出了新的品牌 它的动向呢 应该说非常值得我们 散户投资者 甚至一些其他机构投资者 去借鉴 对吧 大脑的眼光 不会错 跟着他们走 也不会错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是